回到家里打开手机 这个好多个人私信给我 问我陈老师今天晚上国足对战 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你看不看 我肯定要看对吧 这个毫无疑问啊 为什么不看 这个目前应该说这场比赛还特别关键 对吧 我们一直说生死战生死战 这个对澳大利亚这场仍然是生死战的 这个我们肯定要去看一看 这个也以此作为支持中国足球发展的啊 这个一个举动吧 对吧 那么这个这场比赛好多人很好奇说 还有什么好看的呀 对不对 都出现都没有什么希望了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出现的希望了 但是毕竟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 这场比赛才特别关键 特别需要看 他的看点其实也是比较多的 我想看什么 我跟所有的球迷朋友汇报一下我的想法啊 我想看一看这个阵型 这个大家也知道 澳大利亚队呢 是12强赛当中中国队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跟澳大利亚打的 而且那场比赛呢 我们输的最惨 目前啊输掉的所有比赛当中 那场是最惨的 我们是0比3输给了澳大利亚 这个澳大利亚 这个到底是实力特别强劲呢 还是怎么呢 这个不好说啊 因为他跟其他的队也在打打来打去 也不见得就是说勾出那么多 那场比赛可能是我们的排兵布阵 有问题啊 尤其是那种非常保守的啊 532防守反击阵型 打到最后通通远远的变成了 只有防守没有反击的那种阵型 大家也清楚 对澳大利亚的第一场比赛 我们连一次射门都没有完成 那个比赛看得让人就非常憋屈 那么今天第二次再次 两个老对手打一场 那么这场比赛呢 我们要看一看 主教练有没有在阵型上面 做出一些改变 做出一些进攻性更强的改变 因为目前来看呢 你一味的去防 那怕是最后被你防成了0比0平 意义也不大 如果防不住输了 那更加没有希望了 现在看来呢 只有怎么的进攻得分 才有可能延续 我们出现的希望 这个是我想看的 这个三腰阵型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阵型 这个我想看一看 至于说有些接近一点的网友说 那排一个10 0 这样的阵型好了 这个肯定 肯定是开开玩笑的 做不到的 对吧 今天晚上我们期待的是一场 正名之战 复仇之战 所以我要看看阵型 第二个呢 我想看看队员的使用情况 说实话 这个虽然关注所有队员的上场情况 但是我最关注的 还是四个规划队员的使用 我们一直在呼吁 这个足教练 好好地利用这些规划球员的经验 攻击力 尤其是他们在场上 努力拼搏的那种状态 这些东西 应该说本土球员是非常缺乏的 那么因为一直不听 所以前面呢 这个战绩不佳 对阿曼的那场比赛 阿兰洛国富 首次一起首发 受到的效果非常好 全网肯定 对吧 所有的球迷朋友包括评论员 各方人士给出洛国富 100分的高分 这是满分了 那么这一场这么关键的比赛 阿兰洛国富还能不能够继续首发 埃克森蒋光泰是不是四个人一起首发 这个我想看 另外就是如果说首发了 打多少时间 我们非常遗憾啊 打阿曼的时候 67分钟的时候 那个洛国富 这个徐昕 被换下 过不多久 阿兰也被换下 没有打完 最后被阿曼队搬平 那么我们很多人 有一种假设 这些人如果不测下来 说不定我们就能拿到这么一场 1比0的胜利 甚至比分可能扩大到2比0 当然这都是假设 那么今天他们还能不能够出场 能不能够打完全场 这个是我想仔细看一看的 一个很重要的看点 我想大家也会很关心这个事情 那么第三个呢 我想看的呢 当然是整个的比赛过程了 这个比赛过程到底是 是难看不难看 对不对 中国队是被压着打 还是攻守比较平衡 还是说占据一定的优势 还是完全有优势 这个现在都不好说 足球比赛 我们一直说圆的圆的 足球是圆的 圆的圆的的意思就是 各种情况都会发生 意想不到的 你没有办法准确的去预测 他的魅力也在这里 那么也有很多的球迷朋友呢 给我留言 要上班 要加班 这个由于种种原因 他也没有办法去看这场比赛 那么我肯定要看 看了以后 我可以给这些朋友 这个介绍比赛的竞争情况 结果 对吧 大概的可以给大家做个介绍 我自己不看 我都没法跟这些朋友汇报呀 对吧 包括最后的比分 打成了几比几了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我们当然很关心 尤其是现在 对吧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一场胜利是渴望 但是得不到呀 非常渴望 我们饥渴都不得了了 好久没有胜利了 对吧 这个大家都很关心 那我肯定要看一看 第四个呢 有些球迷朋友呢 说 陈老师你熬夜看球 你要注意身体 这个好心 我表示感谢 但是我呢 心态有很大的改变 虽然我们内心里边 希望中国的能够赢球 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讲 已经看淡了这些输赢了 说实话 赢球我们肯定高兴 对吧 赢球 延续着出现的这个希望 后面的几场比赛 可能更有看点 这个始终始终 让我们牵挂放不下 对吧 这本身就是一种魅力嘛 对吧 那么如果输球 那也就使了一分心啊 对吧 这个主要有这么个结果 结果没有出来 我们肯定是关注的呀 对吧 所以不用担心 陈老师这个身体的情况 陈老师身体 向来是比较好的 我上次跟大家介绍过 对吧 学校里面组织 这个集体体检 258个人啊 只有两个人 是全部指标度正常啊 就是不高也不低的 我是其中的一个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尤其我心态也比较好 对吧 我会把比赛的情况 及时的向大家播报 朋友们当中 脾气性格比较暴躁的啊 看着发火了 要砸电视机 要摔手机的 这些朋友呢 我希望你别看啊 我到时候把这个比赛结果 跟你通报一下就可以了 包括心血管不太好的呀 心脏不太好的呀 等等 就是身体有毛病的 这个一些朋友呢 早点睡 明天早点起来 就可以知道这个消息了 球就不要看了 这个我替大家看了吧 好不好 这个欢迎你留言 转发 这个强力推荐 谢谢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